好 營養豬 哈喽各位学生师傅的粉丝大家好 那我们经过千辛万苦呢总之上来到这个Curie National Park 就是这个传说中猪跳悬崖的地方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看到这个高高的悬崖 然后呢其实海岸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海的位置其实是距离还蛮遥远的 你这个申请说猪会跳舞跳到前面的一个距离 嗯 有点差异 也许啊就是我们从这里看仔细看一下这边的岩石啊 其实呢跟这个附近的岩石不太一样 感觉这是其实是已过呢 其实海岸线应该是有到达到这里 所以呢其实是符合圣经里 这个说到猪跳到水里的距离是比较符合的 那根据这个圣经三本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关于 这一段圣经里其实是说到这个主耶稣与门徒呢 在这个海行行在这个加利的海上 然后呢主耶稣睡着了 然后呢主耶稣睡着了 然后这个风暴就起 海上就起了风暴 门徒就非常慌张 然后呢主耶稣就说 就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啊 何苦惊慌呢 然后主耶稣就吃着风和海 海边就平静了 这里就是 这里呢就说到其实呢 这个诸天的王他其实管理 好多文 好多声音 他是管理这个 管理风和海 那再下来呢就讲到这个 主上了岸呢 这个就有 就有两个人来靠一面 来靠近这个主耶稣 这两个人呢其实是回复的人 那在这一段这个距离的范围里呢 其实呢没有人敢靠近这一代 因为这个鬼父的这两个人呢 他们常常在这里哀嚎 然后他身上的锁裂都没有办法捆绑 他们 他们常常 这一代的人都不敢靠近 但是呢他就亲自的来靠近主耶稣 这个耶稣面前呢 哀求说 神的儿子耶稣 你何苦逼迫我 然后我的时候还没到 你何苦待我 那这里就说到呢 其实这个鬼他知道神耶稣 然后呢 他也知道他的时候还没到 他的时候是在千年国之后才受神叹 那 嗯 他 所以他来求耶稣能够 让他不要离开这一代 然后神就 这个耶稣就问他说 你的名字叫什么 他说我的名字叫做群 然后呢 这个 在 这个 在远处呢 有就是这个山崖上呢 有一群猪 大约有两千多只 那这个鬼呢 他就 他就 他就要求耶稣说 哦 那不如就让我到这个猪的身上呢 呃 就打抱我到猪的身上吧 那主耶稣买了全品 说你们去吧 那这 这 呃 这些鬼呢 就从这个人身上离开 就进到这个猪肢里面 那这群猪呢 就受不了这个鬼父母的情况呢 他们就冲到水里去了 那这个水就是 呃 鬼的猪处哦 然后这里其实说到这个猪 他是 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 动物 路的人呢 他得到了释放 他就盼望能够跟随耶稣 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 那你 呃 不需要跟随我 你就只要在我身上所 呃 所做的呢 出去告诉人 那 这个管理猪肢的人呢 他就回到城里去呢 呃 就告诉了城里的人 那你觉得 人们会怎么样呢 是很开心 就是这个 呃 就是不洁净的 这个猪肢完全 就是被鬼父的情况 完全洁净 而觉得感谢主吗 其实并没有哦 这些猪农呢 就盼望那个主耶稣 赶快离开 他们仍然盼望能够 呃 依靠这个不洁净的事业来谋生 那就像我们人呢 他其实听到更好的东西 但是他无法脱离他本来 所倚靠的 就像我们听见了福音 那 其实 我们都知道 呃 神是好的 他有一个计划 他有一个心头的渴望 他渴望见到我们人里面 来改 呃 使我们有这个 与他一起同生活 但是呢 我们原本的 呃 宗教各面呢 来困绑我们 我们并不愿意放弃 放掉我们原来所 呃 所依靠的 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啊 盼望我们都能够 有一个爪 愿意放下我们 原本所依靠的 来认识神 大家有看到 这是非常特别的 呃 需要用人力 来把这个 呃 字刻在沙图上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带的这个 马可五章十九节 然后这个是 一样 十九节的 英文就是 把它印在沙图上 看到我的 哈哈 哈哈 特别的设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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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